政府早前宣布启动公司领域合作工业免疫计划PICAS 这项计划今天同步在四个周数 也就是雪兰娥、槟城、沙拉越和柔佛开跑 希望能够加速经济领域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首相丹斯林慕尤丁指出 经济是国家的重要命脉 过去几个月许多制造业次领域受到疫情严重冲击 如今透过这项工业免疫计划 相信将有助于减少制造业的确诊病例 加速经济复苏 公司领域合作工业免疫计划 今天起在四个周数 包括雪兰娥、槟城、沙拉越和柔佛开跑 首相慕尤丁今天到Texas Instruments 虽然有限公司巡视接种项目或表示 这项免疫计划预计可以让工厂区和制造业的新冠疫情传播受到控制 从而加速国家的复苏计划 慕尤丁也指出 除了减少病例及减轻政府的设施负担 政府目前也着重提高疫苗接种量 从而达到每天接种30万剂疫苗的目标 不过这还得看疫苗的供应量 而疫苗将根据规划好的行程分阶段供应 而不是直接供应疫苗总数 Texas Instruments ini saya diberitahu oleh yang memberi taklimat tadi setiap hari sekitar berapa ratus 300 tetapi dia mempunyai keupayaan untuk menyuntik double tapi bukan pasal kita tak mahu tapi bekalan vaksin kita itu terpaksa kita agihkan ke banyak tempat di seluruh negara dan penerimaan vaksin yang telahpun kita beli itu datang secara berpengkat peringkat they don't come at one lam sam 慕尤丁也呼吁非政府组织 协助提高全国的接种疫苗登记程序 确保疫苗接种计划 能够全面及成功落实 并希望在今年秒战胜冠病 达至群体免疫的目标 减轻国家医疗系统的负担 selamat menikmati